男朋友死后第五年,我在采访中遇见一个和他长得一样的男人。 工作结束,我把他堵在会议室,既然没死,这五年为什么不联系我? 他整理领带,笑容轻挑又疏离,这种搭讪方式未免落俗,孟小姐不如直接现身。 我置若罔闻,伸手摸到他耳骨后一处微微地凸起,他瞬间僵住。 我笑起来,怎么?长得像?现在连敏感点都一样吗? 工作调度到市的第二个月,我接到了一场采访通知,对方是某商业集团目前的掌权人盛川。 没到而历之年,已经事业有成,与门当户对的世家千金的婚事,同样也在商谈之中。 下车前,我最后整理了一遍手中的采访稿,然后跟着上司一路走进去。 推开会议室大门的一瞬间,礼貌的笑容僵在脸上。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对面,挤不知谣的地方,男人西装革履,正惊危坐。 他目光淡漠地扫过我,仿佛只是看到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好像有什么声音嗡嗡作响。 想象里,我应该奔过去,在他肩上用力咬一口,然后扯着领子恶狠狠地吻上去,就像从前恋爱时,每一次分别后又重逢那样。 可事实上,我只是僵在原地,张了张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上司礼貌地和盛川握了手,回过头看着我,皱眉,小梦,愣着干什么,过来采访了。 对不起,盛总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 我回过神,轻声道了歉,然后打开摄影机和话筒。 像这样例行公式的专访,问题大都是提前对过的。 结束时,我却忍不住多问了一句,盛总是从小就在是长大,从没去过别的地方吗? 问完我就紧紧盯着盛川的眼睛,他不闪不闭,反而转着指尖的钢笔,轻轻地笑。 是啊,骗人。 采访结束,我故意落下两页资料,走到楼下时又折返回去,盛川甚至站在会议室里没走。 就好像,专门在等我。 门在身后咔哒一声锁上,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底汹涌的情绪,栖身上前,将他抵在桌前。 你既然没死,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我咬着牙,钻紧他前筋的那只手几乎在颤抖,哪怕是跟我说一声,让我知道你还活着,这五年,这五年,视线模糊,我还没来得及擦掉眼泪。 盛川已经抬手,在我手腕用力捏了一下。 尖锐的剧痛传来,我忍不住泄了力。 他则向后退了一步,慢条丝里地整理起领带和衬衣。 这种搭讪方式未免落俗,孟小姐如果有意,不如直接现身。 盛川勾着唇角,笑容轻挑,可眼睛里是一片冰冷的疏离。 我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他把我当作了某种肤浅又贪慕富贵的女人。 心里厚重到快要吞没我的情绪如潮水般退去,我擦掉眼泪,抬起头,认真地打量他。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的男朋友成继川,有一双阴郁又冷冽的眼睛,望向我时会有笑意泛开。 成继川言为有一颗不太明显的肋质,结语又长又密,轮廓和体态都更天向少年。 可眼前的盛川,挺刮的白衬衣,蓝宝石袖扣,记得一丝不苟的领带, 浑身都是上位者特有的冷漠和从容。 没有泪质,没有笑,他打亮我的眼神,带着傲慢和怜悯,一下子击碎了记忆的错觉。 我冷静下来,慢慢站起身,一步步走到盛川境前,伸手摸到他耳骨后面一处微微地凸起。 他脸上轻慢的表情忽然僵住,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哼,耳间也红了。 是我万分熟悉的反应,我忽然笑起来,怎么,长得像,现在连敏感点都一样吗? 圣川没说话,他捉住我的手腕,微移用力,我整个人就扑进他怀里。 陌生的气味铺天盖地钻进鼻息,他的声音低沉沉的,像在我耳边,像是某种魅惑的低语,孟小姐是想让我做死人的替身吗? 第一次见到成继川,是我七岁那年。 一入学,我就和他坐了同桌,却一个月都没说过一句话。 直到第二个月,我找回的零钱丢了。 回家后,我妈醉醺醺地把我从小区门口踹到树下,逼着我承认前是自己偷偷画了。 露在外面的皮肤蹭得满是血痕,我咬着牙,就是不肯承认,可一抬眼就看到了成继川。 目光相对,他愣了一下,然后转头对我妈说,阿姨,孟兴兰没说谎,她的钱是我拿的。 那天下午,我妈揪着成继川的衣领,骂了一个小时。 最后搜刮走了她身上所有的零花钱,看都没看我一眼,摇摇晃晃地去外面买酒了。 我很害怕我妈。 她总是喝酒,喝醉了就会一个耳光甩过来,指着我大骂,你毁了我一辈子,你知不知道。 成继川似乎看出了我的恐惧,把我带回了她家。 她妈妈是个温柔的女人,耐心地替我处理完伤口,又留我在她家吃饭写作业。 一直到她离奇失踪之前,我在成家待的时间都要远远多于自己家。 我从记忆里回过神,看着近在咫尺的圣川的脸,慢慢扯出一个笑,那么,圣总愿意做替身吗? 回答我的,是他落在我嘴唇上的吻。 灼热,以你,带着一丝陌生又苦涩的香气。 那天,我跟着圣川回了家,为了壮胆,我甚至喝了酒。 夕阳西下,被厚重窗帘遮蔽的光芒从缝隙透出衣线,恰巧照在圣川深棕色的瞳孔里。 我们像是两朵海面相逢的泡沫那样融在一起。 漠然亮起的灯光下,我正正地看着他的脸,喃喃叫了一声,川哥。 他抬手遮住我的眼睛,咬牙道,别这么叫我。 为什么?你害怕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吗? 罪意上涌,我忍不住生死历劫的质问。 程济川,我们认识十八年了,你想回来做你的高贵圣总,大可以直接跟我提分手。 为什么要不告而别?为什么要装作自己已经死了?你就不怕会成真吗? 他似乎失去耐心,翻身坐起来,梦兴兰,你的话太多了。 天花板的顶灯光芒带着某种冷意,照下来的时候,我打了个冷战,忽然清醒过来,对不起。 我只是,我只是太想他了。 他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如果你还想维持这段关系,就少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 我就这样成为了盛川的女伴。 其实别人形容我,还有更难听的词。 某天晚上,在公司园区的便利店,我弯腰拿咖啡,隔着一排货架,听到有人提起我的名字,谁有那个孟兴兰有本事。 去采访了一次,就勾搭上了盛总,这不得少奋斗几十年。 玩玩而已,盛川有未婚妻的,他还真以为会娶她。 春杯,我放下手里的咖啡,当着他们的面走出去,坐进盛川停在门外的宾历里。 车内亮着昏昏的光,还有淡淡的酒气蔓延。 听到动静,盛川睁开眼,向我看过来,工作结束了。 我应了声,重重吐出一口气,转头微笑,今晚去哪里? 和盛川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多是去酒店,或者他位于市郊的一栋别墅。 然而他沉默片刻,却说,去你家吧。 因为刚来事实,被中介匡骗,我租住在南郊一片破旧的老小区。 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雨,小区里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水坑。 唯恐弄脏他昂贵的西装,我打开手机手电,小心翼翼照着地面。 不知为何,盛川今晚似乎心情不佳。 我刚开了门,就被他一把握住手腕,抵在一旁的墙壁上。 猝不及防下,我以为自己后脑会撞上去,然而却只是碰到他电过来的温热掌心。 黑夜遮蔽视线,却放大了其他感官体验。 我仰起头,颈线绷紧,听见他问我,孟兴兰,你真的那么喜欢他吗? 问这话时,他的指尖停留在我肩头。 那里有几处烟头烫过的伤疤。 知道他不喜欢,在一起这三个月,我没在盛川面前提过成继川的名字, 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提及。 明知道他看不见,我还是闭上眼睛,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不,我是恨他。 成继川失踪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春日下午。 五年前那一天,他陪我在图书馆待了一早上, 中午一起去了学校食堂,然后把我送到宿舍楼下。 我往前跑了两步,心下忽然不安,回头望去。 成继川仍然站在原地,像之前的每一天一样,挑眉笑道,不舍得我呀。 我摇摇头,晚上一起跑步,然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午睡起床后,我给他发消息,发现自己的好友已经被删掉了, 手机号变成了空号,所有互相关注的社交平台都变成了我的单项关注。 短短三个小时,世界天翻地覆。 我报了警,通知了学校,校方和警方都让我回去等消息。 等了三天,等来了成继川的死讯。 他们说,他去爬了人士城郊的象陵山, 突逢大雨,人从悬崖掉下去,尸骨无存, 只有旁边的随身物品证实了他的身份。 我根本不相信,一趟又一趟地往警察局跑。 直到最后,他们看到我,视若无睹,任由我在警局的长椅上坐一整天。 最后,社友哭着把我拖回去,抱着我小声地劝, 兴兰,兴兰,别为了一个男人这样。 我动了动眼珠子,失神地看着他。 从七岁到二十岁,成继川对我来说, 怎么可能只意味着一个男人。 回过神的时候,圣川已经放开我, 自顾自坐在沙发上,点了支烟。 我靠在墙边,喘了两口气,也跟过去, 从他面前的烟盒里取了支烟, 耳后撑着沙发俯下身去。 借个火。 圣川抬起眼,隔着缠绵的灯光与我目光相对,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圣总又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以前不抽? 他像是难以忍受我的情绪, 别开眼,又扯散了原本记得一丝不苟的领带, 这几个月,没见你碰过。 这是几个月来,他镇定到冷漠的面具, 第一次在我面前出现裂痕。 我扯着唇角,有些艰难地笑了一下, 可心里的情绪已经涌上来, 快要忍不住揪着他领子, 再次质问五年前的真相。 圣总没见过的事情还多着呢? 我直起身子,逃避式地咬着烟, 去一旁的餐边柜翻找, 圣总要喝什么? 这么晚了,来杯红酒还是牛奶? 红酒吧。 家里的确有半瓶红酒, 是两个月前公司作为节日福利发下来的。 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但圣川那喝惯了好酒的舌头, 竟也尝不出半分不妥。 他放下杯子, 好像终于忍不住了那样, 你为什么恨他? 谁? 你的,前男友。 因为他死了, 却没死在我面前。 我酒量一直算不得好, 一杯红酒就足够不清醒。 圣总不知道,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向我承诺过, 未来就算死, 也要死在我眼前, 让我别错过他临终前的任何一秒钟, 任何一句话。 圣总不是问我, 什么时候学会了抽烟吗? 就是在他死后, 第三个月。 其实我也没有很想他, 他死后没多久, 我就交了新男朋友, 抽烟这件事, 就是我的新欢教诲我的。 隔着醉意浸染的视线, 圣川不渝的神情, 有些模糊不清。 孟兴兰, 你喝醉了。 我勾着唇角笑了一下, 抱歉圣总, 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初恋人都没了。 我交几个男朋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圣川没说话, 他只是豁然起身, 大步走过来, 俯下身, 恶狠狠地稳住我。 廉价红酒的味道, 彼此传递间, 渐渐带上了某种情绪。 说不清到不明, 可又好像很熟悉。 狭窄的沙发容赖下两个成年人有些勉强, 圣川却好像完全不嫌弃, 动作间甚至发了狠。 我闭上眼睛, 用力咬住他肩头, 狠到没有半分松口, 直到血的甜心味在口腔内蔓延开。 不是死了吗? 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还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他好像僵了一下, 没有回答我, 任由我们被夜色吞没。 沉入梦乡前的最后一秒, 我才听到他含糊不清的声音, 带着孤注一掷的意味, 是你。 是你又出现在我面前的, 孟兴兰。 在醒来的时候, 圣川已经不见踪影, 餐桌上放着一个三明治, 和一杯已经晾到温凉的热美食, 和圣川之前偶尔给我带的早餐一模一样。 我笑了一下, 把东西扫进垃圾桶里, 自己去厨房煮了碗面, 又煎了个蛋盖在上面。 吃完后才看到圣川的微信留言, 公司有点事情, 我去处理一下, 下午接你吃饭。 我沉默了好久, 到底是回过去一个好字。 成继川死后第三个月, 暑假到了, 看不过眼的摄友把我拖到酒吧, 说让我找个新欢, 很快就能忘掉过去的人。 我在桌游上认识了一个人, 大我一届的学长何安, 桃花岩满是风流, 眉目却与成继川有那么三分相似。 他在天台外的走廊堵住我, 含着笑问今晚要不要出去住。 就要答应下来的前一刻, 我鬼使神差地想起了成继川。 想到十五岁那年, 我妈把烟头按在我肩膀上, 烟灰缸砸在头上, 我挣扎着爬起来, 跌跌撞撞地跑到他家。 成继川, 我哆嗦着说, 我真的不想活了, 我想来见你最后一面。 回想起来, 那应该是求救吧。 成继川好像能看穿一切, 撩起我的头发, 露出额上血肉模糊的伤口。 他扣住我手腕, 把我拉进去, 处理好伤口, 才一字一句地告诉我, 活着才能等到一切水落石出。 兴兰, 我们都要活到明天再说。 见我没说话, 和安全当默认, 低下头来吻我。 他身上传来一丝陌生的, 甜腻的香水味, 被我猛地推开。 和安后退几步, 脑袋磕上了另一侧的墙壁。 他恼怒地看着我, 成继川都死了多久了, 你打算给他守一辈子的牌坊? 天花板的灯光照下来, 亮得黄眼睛。 我看着他, 又好像透过他那张轻挑的脸, 穿越重重时光, 看到了十五岁那个夜晚的成继川。 他是死了。 我咬着牙说, 可我还得好好活着。 下午四点, 盛川的车已经等在楼下。 他连着发了三条消息, 我化着妆, 撇到了, 却没回。 盛川于是不耐烦地上了楼。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 我正对着镜子, 往耳朵上挂一只廉价的镀银耳坠。 狭小的梳妆台前, 盛川俯下身来, 望着镜子里的我, 别戴这个了。 不好看吗? 他没应声, 反倒从西装的口袋里 取出一只小盒子。 打开来, 里面装着一对闪闪发亮的钻石耳钉。 的确是盛总会有的手笔。 但那只镀银耳坠, 是我们刚上高中那年, 成继川陪着我在学校旁边的小店里 打完耳洞后, 顺手买下来的。 心中念头百转千回, 我却没拒绝, 反而顺从地扬起头, 任由盛川将钻石耳钉戴上耳朵。 镜子里倒映出一张妆容瑰丽的脸, 与我原本肃静的面容相比, 就好像是两个人。 走进那家装潢奢华的餐厅时, 服务生引着我们去座位, 却在离开前望着我微愣了一下。 你是之前来过这里吗? 盛川偏过头, 不动声色地望了我一眼。 我没来过一时, 你大概是认错了吧? 落座后, 我问盛川, 盛总以前还带过别人来这里吗? 他不答话, 反而定定地看了我半晌, 而后伸出手, 将我散乱的碎发拨到耳后, 不喜欢化妆的话, 下次别化这么浓了。 盛川, 回答我, 在我之前, 你还找过别人是吗? 餐桌前的气氛一时凝滞, 盛川凝视着我, 那对澄澈的深棕色瞳孔里, 好像盛满了无数我独不懂的复杂情绪。 还没等到他回答我, 一旁忽然响起一道陌生又阴冷的声音, 大哥带着女伴出来,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生。 偏头望去, 站在桌边的男人, 面容阴逸, 眉眼却与盛川有三分相似。 盛川慢慢站起身, 望着他唇角轻钩, 盛超, 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怎么, 争家产的手段不如大哥, 我就连待在一室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盛超露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表情, 盛总,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 你不会真要对我赶尽杀绝吧? 他的声音不算小, 周围几桌的客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 盛川忽然笑了, 赶尽杀绝谈不上, 只是留在你手下那间公司的账, 我下周会派人过去查一查, 记得准备好。 盛超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他恶狠狠地瞪了盛川一眼, 挽着身边女伴的手, 转身便走。 临别前, 他目光壮若无意地擦过我的脸, 停顿片刻后, 又毫无意状地一开。 安静片刻后, 到底还是我先开了口, 盛总还有个弟弟吗? 是, 明知可能会惹怒盛川, 我还是握着刀柄, 问道, 盛总能征得过弟弟, 难道是因为答应了庄家的联姻请求吗? 庄家的大小姐, 就是盛川传闻中的未婚妻。 孟兴兰, 盛川皱了皱眉, 警告式地看着我。 我只当没看到, 仍然笑得温和无害, 盛总既然快要订婚了, 又打算什么时候和我断掉呢? 还是说, 你就这么舍不得我, 哪怕以后结了婚, 也要留在我身边, 做一个死人的替身。 以我的身份, 这本不是我该问的, 可在盛超出现的那个瞬间, 盛川眼中一闪而逝的灵力光芒, 实在太过熟悉。 熟悉道, 我又被拖进过去那些纷乱的记忆碎片里, 快要忍不住内心汹涌的情绪。 很多年前, 乍听闻成阿姨失踪的消息时, 她也曾露出过这样的目光, 为什么要不告而别? 为什么要装作自己已经死了? 为什么明明还有留恋, 却不肯承认那些过去? 这些问题, 我心里或许已经有了隐约的答案, 却还是很想听她亲口说出来。 香槟滑下喉咙, 渐渐升腾起的醉意里,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盛川, 正正地落下眼泪来。 她忽然站起身, 走过来抱起我, 把我塞进车里, 然后一路挤持到郊外, 距离海滩很近的悬崖边。 我身上盖着她的外套, 蜷缩在腹架上, 酒意一阵阵涌上来, 将我的思维绞成一团乱麻。 川哥, 我难难地说, 你亲一亲我好不好? 一声刺耳的响, 是轮胎擦过地面的声音。 胜川猛地踩下刹车, 转过头, 在车灯的光芒下细细凝视我。 几秒钟之后, 一个灼热的吻就落在了我嘴唇上。 修长温热的手指插进发尖, 它扣着我的脑后向它压过来, 让这个吻里多了几分轻湛般的意味。 那与我向贴的指腹, 柔软而滚烫, 令我回想起从前, 我们在古镇小客栈的花丛里, 成继川把我按在长椅上, 凶狠地吻下来。 孟兴兰, 我忍你很久了。 她说, 吃饭就吃饭, 拿小腿蹭我做什么。 我顺势搂着她脖子, 笑得明媚又放肆, 成继川, 你明知故问。 很多年前的那个秋天, 我从泥泞深处爬出来, 满身脏污地扑向成继川。 她没有推开我, 没有生出厌弃的念头。 于是我在她面前, 也从来不矜持, 不够体面, 像一只攀着她骨骼生长的藤腕, 盛放的热烈又短促, 又在五年前就已经垂落下去。 酒精把每一寸神思都搅得乱七, 八糟, 她闯进来的时候, 我动作微微迟滞了一下, 却没有推开, 反而将盛川抱得更紧了。 风卷着海浪咸腥的气味吹过来, 朦朦胧胧, 像是云层里落下的月色。 我用力咬着她的手背, 尝到血腥味也不肯松开, 直到盛川有些无可奈何地说, 不嫌脏吗? 我眨着眼睛, 喃喃笑道, 脏吗? 你有什么是我没尝过的? 空气寂静了一瞬, 然后我的整个世界, 天翻地覆, 耳边像是有烟花团团炸开, 迷离的五光十色里, 我掐着她手腕, 喘了两口气, 然后叫了一声, 成继川。 过了很久很久, 就到我快要睡过去, 清醒的最后一刻, 好像听到她很轻很轻地 应了一声, 又好像, 不过是我的错觉。 第二天醒来, 我躺在一间陌生的卧室里, 宿醉带来的眩晕感 尚未完全消退, 我撑着额头坐起来, 一眼就看到阳台边站着的圣川。 听到动静,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 平静道, 从你现在住的地方搬出来吧, 太远了, 见面不方便。 我轻笑了一声, 圣总这是要, 进屋藏胶, 藏椅。 她转头望着我, 眼尾轻轻上挑, 孟兴兰, 这段关系正大光明, 我从来没打算把你藏起来。 我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好吧, 如果圣总愿意的话, 我可以在你和庄小姐的婚礼上献一束花。 孟兴兰, 圣川警告式地看着我, 我举手表示投降, 然后跳下床洗漱。 下午圣川回公司处理一些事情, 只派了一个司机给我, 陪着我回去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 我才搬来是半年, 行李少得可怜, 几只纸箱就全部打包完毕。 搬完最后一趟, 我送走司机, 正要往回走, 忽然有只手臂横过来, 拦在了我面前。 抬眼看去, 是微笑的圣超, 孟小姐。 我平淡地看着她, 直到她脸上傲慢又笃定的笑容渐渐退去, 变成若有所思。 她说, 看来孟小姐猜到了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知道, 但我与圣川之间的关系,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说完我转身要走, 可刚抬步, 身后圣超又一次开口, 话里的内容像是针尖刺入耳膜, 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她说, 圣川, 或许孟小姐要称呼她为成继川更合适吧。 我末地将在原地, 片刻后, 回身。 圣超就站在两步之外的地方, 望向我的目光里满是令人讨厌的笃定。 关于孟小姐和成继川的过去, 我虽然知道的不多, 但也多少听说过一些。 有时候不免感慨, 命运实在是神奇, 明明是罪魁祸首的儿子, 偏偏还能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受害者身边。 跟着圣超坐进车里后, 她很快递过来一叠文件。 孟兴兰, 那个强暴你母亲, 逼着她怀孕生下你的罪犯, 就是成继川没有血缘关系的舅舅。 我捏着那叠文件, 一页页翻过去, 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圣超的声音就响在我身边, 却好像很遥远。 你难道没有想过, 成继川明明是圣家的儿子, 怎么会跟他妈单独住在外面十几年? 又怎么会无缘无故 对你一个强奸犯的女儿示好? 实话告诉你, 五年前成继川假死离开, 也是不想再和你纠缠了。 他要回到圣家争家产, 怎么会带着你这个污点? 我扯了下唇角,污点。 难道不是? 对现在的成继川来说, 他是什么身份, 你又是什么身份? 圣超妈撒着下巴, 五年后再偶遇, 是个意外, 他没料到你会来也是。 现在, 你自己送上门, 做个情人玩玩也未尝不可, 但等他和庄小姐的婚事提上日程, 成继川第一个要踢开的就是你。 他那些最狼狈不堪的过去, 都让你见着了, 你不会真以为你们会有以后吧? 我始终没有接话, 文件上关于成继川和他母亲的来历, 记录得清清楚楚。 成继川, 母亲成书岳。 而我那个锒当入狱的血缘上的父亲, 叫成长天, 是成家收养的儿子。 他因为强奸罪被判入狱后的第二年, 成书岳就带着成继川搬到了恩市。 资料上显示, 成书岳每个月都会去一趟恩市郊区的监狱, 去看望谁, 自然不言而喻。 纸业边缘被我用力的手指捏到皱起, 我竭尽全力想让自己保持冷静, 可过去的回忆还是海水般涌上来, 几乎一瞬间将我吞没。 我想到过去, 我妈又一次拿戒指抽得我满身是血的时候, 我逃出家门, 去找成继川。 他小心翼翼地抱紧我, 听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跟他讲述我羞耻不堪的身世。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他听着我那时孤注一掷, 仿若灵魂剖白般的字述时, 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嘲讽吗? 还是怜悯? 那段慧暗的年岁里, 我与成继川乐此不疲地玩着角色扮演的游戏。 看过的漫画书、电视剧成为剧本的源头, 我会假装我的人生一片坦途, 我的出生是被祝福的, 他也会假装成阿姨没有失踪, 家庭幸福圆满, 父母恩爱双全。 后来我们开始谈恋爱, 这个游戏玩得更频繁, 也更大胆。 成继川会顺从地穿上特殊的衣服, 被我绑在窗边, 任由我挑起他的下巴, 笑得风流。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我低头细细打量他, 然后直接亲上去, 穿歌, 这游戏还能玩多久? 看你, 你想玩多久, 我都奉陪到底, 不过都是假象。 我用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 点好后深吸了一口, 圣超就坐在旁边, 不闪不闭地看着我, 压下心头翻涌的情绪, 我垂眼望着指尖腾起的烟雾, 说吧, 你想怎么合作? 我回去后没多久, 圣川就到家了。 他走过来, 把脸凑到我耳边, 轻轻皱起眉头, 抽烟了。 两支而已。 戒了吧, 圣川停顿了一下, 我以为他要说什么我不喜欢, 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可最后, 那温热的指尖也只是轻轻掠过我耳畔, 对你身体不好, 孟兴兰。 哦, 我沉默了一下, 应声, 然后直接扯开他的手, 点脚吻上去。 以前, 我的脾气一直不算太好。 我妈对我不好, 可成继川又对我太好, 好到后来的我甚至有一点骄纵, 当然, 仅仅是在他面前。 所以得知一切后, 我本以为自己会失控地冲上去质问圣川, 或者像之前生气时那样, 一巴掌甩过去, 被他一把抓住手腕, 拉到怀里不紧不慢地哄。 可事实上我万分冷静, 这五年几乎要把我性子里尖锐的棱角完全磨平。 何况刚才圣川推门走进来的那一瞬间, 玄关的灯光照下来, 从他轮廓分明的脸上龙过去, 显出某种上位者特有的冷峻和疏离。 成继川永远不会这样, 至少在我面前。 我最后也什么都没有说, 用沉默的冷静接纳了圣川的一切。 从我搬过来之后, 他也开始频繁地住在这边, 似乎一开始我跟他回去过的那栋市郊别墅, 反而形同虚设。 而第二周去公司, 我就跟上司申请调去了市场部。 在外面跑业务时, 难免会有酒局, 我的酒量又不算太好, 于是经常喝得醉熏熏地回去。 站在玄关挂包的时候, 忽然就被一只手扯了过去。 量呛了一下后, 撞进一个温热的怀抱里。 第几次了, 圣川的声音里压抑着怒气。 孟兴兰, 你每天喝成这样回家, 到底是在干什么? 抱歉啊, 圣总, 工作需要。 我踢掉高跟鞋, 懒洋洋的应声。 什么时候, 采访工作也需要喝酒才能进行了。 他扳着我的肩膀, 迫使我转头看着他。 我眨眨眼睛, 公司市场不缺人, 所以暂时派我过去顶替一段时间。 圣总这么生气, 是因为我都没陪你喝过酒吗? 他末地推开我, 我往后退了两步, 跌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圣川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嗓音冰冷, 梦兴兰, 你把你自己当什么? 嗯, 当成和你一赏偷欢的情人啊, 不是吗? 我仰着脸看他, 难道是这段时间相处太和谐? 圣总忘记我们是怎么开始的了。 圣川那双澄澈的眼睛里, 怒气一闪而逝, 而后他冷冰冰地看了我一眼, 转过身, 毫不留情地摔门离开。 我自顾自笑了一下, 仰面躺在沙发上, 客厅天花板的灯光照在我眼睛里, 像是游动的一尾鱼, 又溅起炼焰波光。 合上眼睛, 我不可避免地想到过去。 刚上大一那年, 我参加学生会聚餐, 结果喝醉了。 旁边的男生缠着要送我回寝室, 结果一抬眼, 就看到了门口站着的成绩穿。 他神情冷然地迈不过来, 等那男生灰溜溜地离开后, 才患上一副无奈的表情看着我。 喝醉了? 嗯,走不动路了。 成绩穿也没说话, 他蹲下身来, 任由我爬上他后背, 搂着他脖梗, 将我一路背到宿舍楼下。 我浮在他略显单薄的脊背上, 体温透过薄薄的衣料传递到胸口, 连同心跳声一起。 醉熏熏的我, 思维混乱, 胡乱说着醉话, 看来我酒量真的不行。 是不行, 以后不要喝酒了, 容易出事。 怕什么, 有你来救我。 我怕我不是每一次都能赶得及, 总之,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就不要喝了。 他把我往上推了推, 颠簸中, 我下意识把人搂得更紧, 那我以后工作了, 必须要喝酒, 怎么办? 那, 辞职, 换一家, 找不到下一家呢? 我养着你不就好了, 才不要? 我趴在他背后, 雨无伦次地背着书亭的置项数, 我不做攀缘的灵香花, 我要和你分担寒潮, 风雷, 霹雳, 共享物矮, 流浪, 后来我醉得更厉害, 诗也背不下去了, 还没到宿舍, 就已经睡过去, 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在宿舍床上了, 不知道成继川是怎么躲开宿管阿姨, 把我送回去的, 但从那之后, 一直到他死前, 我都没有再喝过一杯酒, 盛川这次离开, 似乎是生气了, 有好几天都没过来, 我没和他见面, 倒是盛超找过我一次, 提醒我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合作, 我知道, 我握紧手机, 垂眼看着桌上的花束, 这两天, 盛川没联系过我, 应该去查你公司的账了吧, 哼, 盛超语气里闪过一丝恼怒, 查又如何, 那家公司无论如何, 都是我爸生前指名道姓要留给我的, 难道他还能强行夺过去? 我低笑, 为什么不能? 我不了解如今的盛川的手段, 难道你还不了解吗? 既然谈好了合作, 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盛超警告我, 孟兴兰, 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你可别搞砸了, 我没应声, 直接挂断了电话, 因为市场部门的主管 已经在另一边喊我, 今晚有个酒局, 是很重要的大客户, 小梦, 我对你的工作能力很认可, 你跟着一块去, 记得把妆补好, 我微笑着应声, 好, 大概因为是大客户, 公司把酒局的地点, 定在是一家很有名的五星级酒店里, 酒过三旬, 对面被称作许总的中年男人, 借着碰杯的机会, 一把攥住我的手, 孟小姐在陪我喝几杯, 聊聊合作嘛, 她拿工作做噱头, 我不好翻脸, 趁到酒的动作抽出手,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借着去洗手间的名义, 逃到了走廊上, 今天的酒度数不低, 我的脸颊和耳朵都已经在发烫, 撑着墙壁往洗手间走, 却在拐弯的地方撞上一个人, 抬眼看去, 正是神情冷锐的盛川, 她扶住我晃晃悠悠的身体, 敏唇叫我梦兴兰, 语速很慢, 声音里已经带上了显而易见的怒气, 好巧啊,盛总, 我冲她白白手, 不过我还在工作, 得走了, 说完, 我就要越过她继续往前, 错身的一瞬间, 盛川却默然扣住我肩膀往后拽, 眼前天旋地转, 回过神时, 我已经被她抱在了怀里, 你的工作到现在就结束了, 其实不巧, 我早知道盛川今天要来这里谈生意, 也早知道她看到后会第一时间制止我, 过去的记忆共同构成了如今的我和她, 她不想让我继续做这份工作, 最好也是最方便的选择, 就是把我安排进自己的公司, 盛总这是替我们公司吵了我, 不, 是替你吵了这家公司, 盛川低头看着我, 眼睛里的锐利的光芒仿佛要刺穿我, 大不了来我这里工作, 但别喝酒, 梦兴兰, 我被灯光晃得头晕, 于是眯起眼睛, 盛总这么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呀, 不怕我搞砸, 我当然相信, 说不上来, 那一瞬间究竟是什么心情, 有无数真过去的画面涌上来, 吞没我, 又如退朝般散去, 最后只留下那个我喝醉的晚上, 她背着我一路走回宿舍的场景, 好像很遥远, 又好像不过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盛川抱着我, 走进电梯, 一路到了楼上的房间, 她把我放在床上, 转身去关了门, 再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从包里摸出眼线笔, 用笔尖在她眼尾轻轻点了一下, 盛川的动作一下子蹲在原地, 她的声音好像裹挟着一团浓雾, 满是辨认不清的情绪, 你在干什么? 我仰头望着她, 这里应该有科智才对, 成继川, 你眼尾的智呢, 为什么点掉她? 你喝醉了, 我是盛川, 你不是很讨厌盛家吗? 不是说盛家差点害死盛阿姨, 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回来吗? 盛家的钱就这么重要, 你连成阿姨失踪的事情都可以不追究了。 我放肆地笑起来, 抬手扶过她眉眼, 不高兴了。 因为我说了实话嘛, 成继川,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么能忍辱负重, 握心尝胆的人呢? 盛川没说话, 只是抓住我的手腕, 用力把我拽进洗手间。 我踉呛地跌坐在浴缸边, 下一秒, 冰冷的水流就冲了下来, 湿淋淋的冷意飞速四散开来, 我仰头看着盛川, 正对上她垂眼看过来的目光, 别发疯了, 梦兴兰, 清醒清醒, 看看我到底是谁。 盛总, 我扶着花了妆的脸苦笑, 对啊, 你怎么会是成继川, 他不会舍得我淋一身冷水, 因为担心我生病。 对, 我不可能是他, 所以你最好清醒一点。 盛川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而后打开热水开关, 转身欲走, 自己洗个澡吧。 但他没走成, 因为我伸手抓住他后腰的衣摆, 用力把人拽了回来, 四溅的水花里, 淋湿的衬衫清晰地勾勒出漂亮的肌肉线条。 我朝他吹口哨, 一起啊, 盛总。 他在蒸腾的雾气中看着我, 眼神被染得朦胧不清, 梦兴兰,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熟悉的声音和语调, 我快要忍不住想起那个迷乱的, 天翻地覆的黄昏, 被绳索捆腹的成绩穿, 和反而被彻底释放的人类原始情愫。 我捏着他下巴, 轻声道, 再叫一声, 孟兴兰, 你, 下次别怜名待姓地叫我。 我前倾身体, 稳住他, 我会忍不住。 大概是盛川打过了招呼, 提交离职报告后, 没费什么功夫, 公司那边就领着我办好了手续。 我很顺理成章的, 就进了盛川的公司工作。 办完入职手续, 我借口要打电话, 躲在楼梯间给盛超发消息, 我已经入职了盛氏集团, 盛川说下午会给我安排工作。 想办法拿到一周后, K是那个项目一期的报价, 然后传给我就行。 这么早就开始行动, 不怕盛川怀疑。 没时间了, 如果他和庄星红的婚事提上日程, 就算我们想搞垮他, 庄家也会出手保他。 我有些恍然, 原来这才是盛超冒险, 找我合作的原因。 结束和盛超的对话后, 我退出页面, 重新点进另一个对话框。 过往的聊天记录一片空白, 只有一条孤零零的, 新发来的信息, 一切顺利。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 然后沉默地删掉它。 走出楼梯间, 刚到办公室门口, 盛川的秘书就匆匆迎上来, 孟兴兰, 盛总找你。 不知道盛川是不是太过相信我的能力, 入职后, 他安排给我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和他一起去K市谈项目。 在前期方案上有一些关键点, 需要我们亲自过去考察确认。 盛川把手里的文件袋递给我, 这是资料, 你先看看, 有不懂的地方来问我。 我接过文件袋, 望着他挑起唇角, 盛总这么信任我, 是不是因为从前十几年的情分, 安静许久。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收回目光, 声音冷漠。 别试探我了, 孟兴兰。 不会有结果的, 我知道, 知道没有结果, 可是又总想, 暂时一试。 那个文件代理的资料, 我差不多用了两天时间初步了解后, 就和盛川一起上了前往K市的飞机, 到地方后, 才发现秘书只定了一间房。 进门后, 我反锁房门, 插了房卡, 忍不住调笑, 两个人出差就定一间房, 盛总这是为了节约经费。 他松了领带, 随手扔在沙发上, 又解开衬衫的第一颗扣子, 走过来吻我。 两个人踩着凌乱的步伐, 一路跌倒在床上。 许久许久, 盛川才慢调思理地说, 不, 是为了忙里偷换。 到项目竞标那天, 我跟在盛川身后, 果然在现场看到了盛超。 竞标前在走廊碰面, 盛川看着盛超, 神情冷淡, 还没学乖。 怎么, 大哥盯上这个项目, 别人就连竞标的资格都没有了。 盛超吃笑, 方案和报价各凭本事,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然而最后竞标结果出来, 盛川已高出盛超0.5个点的报价, 拿下了这个项目。 价值数千万的项目, 都没让他的表情有任何变化, 平静得像是无风的湖面。 事实上, 重逢后, 我几乎没见过盛川失态的时候。 除了, 走吧。 盛川的声音响起, 打断了我的回忆。 他站起身后, 盛超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动, 他的目光望过来, 落在我身上, 又惊又怒, 像是不敢置信的样子。 我视若无睹, 平静地跟在盛川身后走了出去。 电梯安静上行, 片刻后, 盛川忽然道, 盛超好像对拿下这个项目很有自信。 是吗? 我笑了下, 可能因为我拿给他的那份报价吧。 叮的一声, 电梯正好到了我们住的楼层。 进门的一瞬间, 身为交错, 盛川拎着我的手腕, 把我抵在墙上, 膝盖强硬地分开双腿。 我以为他会吻我, 可是没有。 昏暗的光线里, 灰尘跳舞, 他一寸一寸地凑近我, 目光锐利, 梦兴蓝,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仰头不肯服输地与他对视, 大概在盛总和庄小姐结婚前, 给自己多捞点好处, 起码保证后半生衣食无忧。 盛川冷笑一声, 忽然抽身, 拿了张支票扔给我。 你想要钱的话, 自己随便填, 找盛超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危险? 说到最后一句话, 他的嗓音里带上了低沉的怒气, 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我不觉得危险啊, 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我攀着他衣襟, 指尖沿锁骨轮廓一下一下地滑, 先给人希望, 再亲手打碎, 是件多有意思的事情啊, 对不对? 盛川。 盛川的喉结, 墨地上下动了一下, 然后他开口, 你在恨我。 万分肯定的语气, 我没立刻应声。 想说的, 想问的, 想冲他歇斯底里大吼的都太多了。 那股愤懑无措又委屈的情绪, 凝成茅草的绳索, 从我的心脏一路贯穿到指尖。 很久很久, 我只吐出一个字, 是, 那就继续恨吧。 盛川站直身, 胆平衣襟上的褶皱, 以一种巨傲的姿态看着我, 你大可以继续留在我身边, 把我当作你死去的男朋友, 或者做圣钞的内应, 都随便。 如果要离开, 也不用通知我。 说完, 他就转身往出走, 看上去好像不想再和我共处一室了。 我把那张飘飘又幽落在地面上的空白支票捡起来, 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直到关门声传入耳中。 不是很想, 却震得我指尖轻颤。 回到了时候, 我默不作声地在盛氏集团工作了一段时间。 盛川公事公办, 没有追究我把假报价透露给盛超的事情。 甚至因为我跟着他一起去谈下了合同。 周一的晨会上,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 K式的项目一期, 我将作为负责人之一参与进来。 刚进公司不足跃余就肩负起这样的重任, 公司里其他人看我的眼神透着恍然和轻蔑。 盛氏董事会的几个股东也十分不赞成。 资历最高的方董事, 会后就找到了盛川办公室。 盛川, 都是男人, 我也明白你的心思。 只是这样的女人, 随便安排个闲职就是了, 怎么能让她负责这么重要的项目呢? 这就不劳方叔费心了。 盛川唇边挂着一丝若有肆无的弧度, 毕竟盛氏现在掌权的人是我, 您还是安安稳稳的, 别插手了。 你怎么能这么和长辈说话? 方董事一脸震怒, 养在外面的就是没家教, 你别忘了自己这个执行董事的名头怎么来的, 还不是。 哦。 她话没说完, 神情一秒切换到惊恐。 因为盛川默然起身, 伸手揪住她一斤, 眼神里涌现出某种锋锐的冷力。 小臂的肌肉因为用力, 呈现出更加流畅漂亮的线条, 又在突出的腕骨处结柱, 在网上, 是一只紧钻的骨节分明的修长大手。 方董事额头冷汗层层, 盛川却慢条丝里地笑道, 房叔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 盛川, 不, 盛总, 你放开我。 人最后几乎是狼狈地逃离后, 我从旁边的隔间推门出来, 笑笑地看着盛川, 我是没想到, 自己还有做红颜祸水的前置。 他无视了我的调笑, 招手喊我过去, 将项目中需要注意的点一一告知我。 转头我就找到盛钞, 把内容一字不差地转达过去。 他却不肯轻信, 警惕地看着我, 上次你给过来的报价和方案根本就是错的。 孟兴兰, 你要放弃你们之间不共戴天的大仇和成继川搅在一起吗? 怎么会呢? 我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 脸没轻笑, 我承认, 上次的方案是我故意的, 目的就是为了向盛川投诚。 你, 盛钞拍案而起, 我在他开口前又补充道, 不这样的话, 盛川不会让我这么快接触到核心项目。 既然时间不多, 当然要兵行显招, 起码现在盛川不仅让我当上了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我还意外得知了另一件事。 什么事? 我抬眼看着盛钞, 一年前, 盛川到底是怎么从你手中夺走盛家的公司的? 这其中, 是不是另有隐情? 盛钞正住, 面上仍然维持着愚怒未消的表情, 眼睛里翻滚的浮夸情绪却沉寂下来, 似乎在努力思考。 我想到盛川那天盛怒之下说过的话, 他说, 你知不知道盛钞这个人有多危险? 此刻观察, 我才明白盛川并不是在故意吓我。 盛钞装出这么一副 异怒又流于表面的顽固子弟模样, 恐怕就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 那天在车里谈的合作, 他从盛川手中夺回盛家的公司, 而我会得到一大笔钱, 在亲眼看着我的仇人盛川身败名裂。 看上去, 似乎是很公平的交易。 但究竟是哪里不对呢? 鬼使神差的, 我想起盛川背后那道从蝴蝶骨 一直横跟至腰间的伤疤。 我和他之间, 该做的, 不该做的事情早已重复过无数次, 我几乎把盛川的每一寸骨骼都摸透了, 却始终问不出那道伤疤的来历。 那是不是盛川的杰作? 正凝神思考间, 盛超重新坐下来, 重重吐出一口气, 然后开口道, 一年前, 我和盛川的父亲忽然意外去世。 他离世前, 更主义的继承人是我。 但他走后, 律师拿出的遗嘱里, 却明明白白写着, 盛世集团的所有股份和决策权, 通通交由盛川处理。 我只有一家盛世旗下的小公司, 而且账目上还要受盛川协制。 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怀疑盛川篡改了遗嘱。 不仅如此, 我还怀疑我爸的死也和他有关。 盛超眼中闪过一丝阴郁, 有那样的舅舅, 哪怕没有血缘关系, 而如目染下, 他做出这种事也不离奇。 他又一次, 壮丝无意地提醒了我。 我的命运, 我的悲惨绅士, 我在泥泞和灰烬中挣扎的童年, 通通都和盛川有关。 小时候, 我经常住在程家, 和程书月接触过很多次, 他对我其实一直很好, 没想到竟然因为是那样的缘由。 沉默两久, 我缓缓开口, 但是在我和程继川16岁的时候, 程书月忽然失踪了。 盛超默然一正。 我盯着他的眼睛, 我们报了警, 警察说监控最后拍到他的地点, 是个事, 但后来他又坐车回去了, 后来就再也没有下落。 盛超毫不犹豫地说, 那是他骗你的。 程书月一直没死, 只是被程继川藏了起来。 他还改了姓, 毕竟只有这样, 他才能和自己那个强奸犯舅舅 彻底摆脱关系。 孟兴兰, 我们不能放过他。 离开前, 他最后留下一句, 你想办法, 看能不能从盛川那里找到 他篡改遗嘱, 或者动手杀人的证据。 找到后呢? 他眯了眯眼睛, 脸上冷立的神情一闪而过, 找到后, 我就有办法让他身败名裂, 再无翻身的可能。 圣超走后, 我又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 回了几条信息, 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 才发现外面下雨了, 天色也微微暗下来。 随手打了辆车, 我拿出手机, 给盛川打电话。 那边响了许多声才响起来, 孟兴兰, 什么事? 盛川, 你在哪里? 我有点是想问你,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好像有风裹挟着雨丝的声音呼啸而过, 接着是盛川说不清道不明的语气, 像是某种平静海面下的暗涌, 我在婚纱殿。 我默然正在原地, 差点忘记了, 他和庄新红是有婚约的。 虽然还没到订婚那一步, 但两边都已经心照不宣。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是吗? 我想过去看看, 别来了, 不方便。 海面下的暗涌翻滚上来, 化作疏离冰冷的情绪, 将我吞没。 此时, 车在市中心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 路灯亮起, 映衬细密语丝。 而那从光芒笼罩下, 我恰好看到明亮的商场里, 钻戒橱窗前站着的盛川。 她身边有两个手玩手的女人, 一个眉眼艳丽, 是庄家的独女庄新红。 另一个我并不认识, 但和庄新红举止亲密, 大概是陪着她过来挑戒指和婚纱的闺蜜。 两个人头碰着头, 弯腰在柜台前挑选着戒指。 圣川斜斜已在旁边, 目光漫不经心地四下游离, 却在某个瞬间, 隔着玻璃、灯光和雨幕的重重演映, 和我相对。 距离不算近,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看到了我。 也许是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我目光的落点, 司机迟疑着问我, 您要在这儿下吗? 不用了, 我收回目光, 继续开吧。 车在一家酒吧门口停下, 里面打着柔暗的暖色灯光, 我进去后, 才发现今天是老哥专场。 第三杯酒被端上来, 灯光调暗, 歌切到了下一首, 是夏夜晚风。 夏夜的风有你, 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 五百慵懒又温柔的声音响起来, 高中的时候, 学校广播站也放过这首歌。 那时候, 我们刚刚得知成阿姨失踪的消息, 我带着成继川撬了自习课, 并肩走在学校里。 柳枝垂条, 成继川走得很快, 人又很高, 那些枝条的末端, 带着叶片从他发顶拂过, 像是有风吹, 留下的痕迹。 川哥, 我轻轻叫了一声, 他忽然停下来, 头偏过来, 抵在我肩窝处。 下一秒, 一滴温热的眼泪 就落在了我抬起的小臂上。 那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看见他哭。 我正正地听了很久, 直到面前光线疏然一暗, 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眼前。 抬眼看去, 正是盛川。 灯光渲染, 他眼底的情绪像是一团雾气, 却比之前的强硬冷宁温柔了许多。 我懒懒地冲他仰手, 来了。 是, 婚纱和戒指都挑好了呀。 是,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 把我面前的杯子拿过去, 一饮而尽, 然后伸手抓住我, 回家吧。 我没有动, 视线失焦地看着他, 走不动路了。 他的眼神里多了点无奈, 又好像是纵容, 背过身去, 在我面前蹲了下来。 上来吧。 圣川说, 比起七年前, 他的脊背已经比少年时的单薄更厚重了几分, 只有体温一如既往地灼热。 我趴上去, 露着他脖子, 触到喉结, 心念一动, 指尖轻轻抹撒了两下。 那勾着我西弯的手, 猛地一颤, 接着更用力地扣紧了。 圣川咬牙切齿地叫我, 孟兴兰。 对不起啊, 我毫无诚意地道歉, 我喝醉了吗? 那就露紧点。 出门的时候, 外面的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空气里只剩下一层阴暈的潮湿水汽。 身后渐渐远去的酒吧里, 五百的声音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川哥, 我哑着嗓子, 很小声地叫他。 过了好一会儿, 圣川轻轻应了一声, 在这, 才陪未婚妻挑完戒指和婚纱, 就来酒吧接情人回家, 你会不会被拍下来上热搜啊? 那我只好弃足宝帅了。 真狠心啊, 圣总。 我感叹, 好歹睡了这么多次, 就这么轻易地放弃我吗? 走到很远的地方, 他拉开车门, 小心翼翼地把我放进去, 才低声应答。 也许到那时候, 是你放弃我。 我没想到, 我会那么快遇到庄新红。 在咖啡店和圣超碰过面, 从他那里看过新的资料后, 我一转头就撞上了庄新红, 和那天陪他一起挑戒指的陌生女人。 他望着我, 正了正, 目光忽然落在远处的门口, 那个是圣超。 我没说话。 他又笑盈盈地道,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我点点头, 然后平静地看着他, 等着下一句台词。 他却什么也没说, 反而更用力地挽紧身边人的臂弯, 空着的那只手冲我挥了挥, 那我就先走了。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 本以为这句话只是客套。 而如今郑主来了, 我也该攻城身退才对。 下班后, 我习惯性地在车里等盛川, 他拉开车门坐进来, 跟着飘过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我握紧方向盘, 勾了勾唇脚, 我今天见到庄小姐了。 我知道, 她揉着额脚, 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接下来她会和你一起负责项目的对接工作。 我诧异地看着她, 忍不住到, 盛总可真是个大气的人, 把我这见不得人地和你的未婚妻安排在一起工作, 你是真不怕庄家生气啊。 她冷然地目光挑过来, 眉间微挑, 那我直接让你退出项目, 全权交由庄新红负责。 这句话说得半真半假, 令人一时猜不透究竟是不是玩笑。 然而没过多久, 因为没检查出数据罢导致项目延期, 盛川郑重其事地在陈会上批评了我。 毕竟她之前没有在这个行业的工作经验, 有疏漏也是难免的。 她骂撒着手里的刚笔, 语气平淡, 既然如此, 之后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还是庄新红, 孟兴兰就作为助理从旁辅助吧。 显然,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她名正言顺地把我踢出了这个项目。 下班回去的路上, 我和盛川一路无话。 停好车, 我正要熄了火下去, 她却先一步松开安全带, 撑着座椅边缘凑过来, 在车灯光芒下打亮我的量, 你在生气吗? 怎么敢? 我笑了一下, 庄新红把那天我和盛超见面的事情告诉你了。 盛川也笑, 这件事, 我还需要他告诉我吗? 停顿了一下, 他低沉悦耳的声音传入耳中, 你就这么恨我。 眼神与光束中交错, 在某个瞬间, 我仿佛窥见了他眼底无数前资暗长的负面情绪, 好像也一下子被拽回到高中那年, 黄昏的柳树下, 悲伤和愤怒像是把他整个人都填满了。 可那时的我们都还太弱小, 光是与生俱来的命运就足够折磨我们之颠沛流离, 以至于突如其来的意外, 可以摧毁一切, 包括年少时义无反顾又单纯热烈的心动。 我闭上眼睛, 把眼泪吞回去, 然后稳住他, 我不恨你, 我是爱你, 成继川, 终于说出口了, 不曾被岁月侵蚀的, 我隐秘又炽热的心意, 牢牢捉住我胳膊的掌心, 用力又滚烫, 接着车门打开, 微凉的夜风灌进来, 他抱着我, 大步走回家, 浴室明亮的灯光照下来, 热雾腾起, 模糊了镜子, 和我默然收紧的手指, 那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 最炽热, 最无所顾忌的敌死缠绵, 神魂激荡, 宛若浪潮, 然而我的心, 却万分冷静, 好像刚才那一句剖白, 已经耗尽了所有勇气和激情, 指尖落在那道凹凸不平的疤痕上, 我平息着急促地呼吸, 问, 这是怎么来的? 一年前, 被绑架过一次, 他轻描淡写地说着, 仿佛那个在生死关头走过一遭的人, 并不是他, 是圣钞干的? 圣川没回答我, 他只起身, 抖出一支烟, 点然后吸了一口, 然后凑过来, 恶狠狠地吻我, 我被呛得咳嗽, 眼泪跟着涌出来, 却又不肯服输地从他手里抢过烟, 跟着吸了一大口, 朦胧的白烟里, 我听见圣川平静的声音, 放弃吧, 孟兴兰, 不要, 我果断地拒绝他, 咬着那支烟摇摇晃晃地爬起来, 随手擦去镜子上的水雾, 那里面倒映出我此刻的样子, 眉目浓墨重彩, 发丝散乱, 嘴唇还带着几分风停雨些后留下的艳红, 的确是一张, 看上去很像狐狸精的脸, 我看了片刻, 掐灭烟头, 顺势躺在了圣川身边, 周末的时候, 我找了个机会, 和圣超碰了一面, 出于谨慎考虑, 他把我带到了他目前的住所, 一间位于市郊的独栋别墅, 圣川抓住我一个错处, 在晨会上借题发挥, 直接把我踢出项目了, 我看着对面的圣超, 现在项目的负责人是庄新红, 我成了他的助理, 而且庄新红之前, 见过我和你见面, 所以他很防着我, 一点项目细节都不让我沾, 圣超神色阴沉, 看起来心情也不是很好, 我手里的那间公司, 也被他找了个错处收管了, 我看是因为和庄新红的婚事将近, 有了庄家的支持, 他也不愿意再掩饰自己的野心, 打算彻底把我踢出为实了, 接下来要怎么做? 圣超思索片刻, 目光又落在了我身上, 还是要靠你, 你这段时间和圣川住在一起, 就没发现他篡改遗嘱的线索吗? 圣川的书房几乎都让我翻遍了, 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公司资料, 什么也没发现, 他太谨慎了, 而且一直在防备我, 圣超转着手里的杯子, 沉思了很久, 才抬起眼看向我, 既然这样, 我突然道, 你知道律师是谁吗? 什么? 他一证, 当初那个帮圣川篡改遗嘱的律师啊, 他一定是知情的, 想办法找出那个律师, 看能不能从他那边下手, 圣超的脸色几度变换, 而后豁然起身往出走, 走了两步, 却又回头看我, 怎么了? 圣超摇摇头, 弯腰把落在茶几上的手机拿起来, 没什么, 我出去打个电话, 你在这坐一下, 他其实也没去多久, 大约十分钟就调转回来, 目光扫过客厅的陈设, 发现毫无变化, 眼神才松懈下来, 你刚才的提议, 我会好好考虑的, 圣超说, 我送你出去吧, 我点点头, 跟在他身后穿过客厅, 来到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小片私人泳池, 蓝砖铺陈, 水波淋淋, 看起来还很崭新, 泳池边网过走几步, 种着大丛的玫瑰花, 大多都已经枯萎了, 我步履微微停顿了一下, 圣超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但笑道, 那是我妈以前喜欢打理的, 后来她搬出去住了, 这些花也就没人照看了, 突兀地解释这么一句, 似乎有些奇怪, 我不在意地收回眼神, 可惜了, 以前应该开得很好, 走吧, 后面几天, 圣川针对圣超和他名下公司的打压手段, 已经毫不掩饰, 被逼到无可奈何的圣超, 到底还是听了我的提议, 想办法逼出了那个律师的存在, 周末晚上, 正逢鲍宇, 一位姓田的律师登门拜访, 和圣川一起进了书房, 言辞间, 提到了当初关于圣家家产继承的问题, 以及现如今不动产的份额在分配, 我心知肚明, 这就是圣超用来逼出田律师的手段, 我在餐厅泡了两杯茶, 端过去敲开书房的门, 然而谈话已经结束了, 田律师端起茶杯, 礼貌性抿了一口, 便起身告辞, 圣川没有动, 就坐在他的椅子上, 轻轻地叫了一声, 孟兴兰, 我回头看着他, 外面急风骤雨, 不留情面地敲打着玻璃窗, 偏偏又因为隔音良好, 只留下一点沉闷的, 仿佛很遥远的声响, 记忆一下子把我拽回大二那年, 也是这样一个沉闷的雨天, 我在地铁上碰见一个对陌生女孩动手动脚的男人, 于是和程继川一起把他送到了地铁站的城景室, 然而接待我们的城景, 却是之间见过面低熟人, 负责和我们对接成阿姨离奇失踪一岸的民警, 刘金荣, 他也认出了我和程继川, 当即愣在原地, 眼中闪过几丝诧异和探玩, 然后再处理好一切, 我们离开前, 他忽然追过来, 低声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 也没有多复杂, 但自此在我们的命运轨迹中滑下了一道劣迹, 一阵忽然响起的原舞曲换我回神, 圣川把唱片放进唱片机, 转身向我伸出一只手, 要不要跳一只舞? 他微微低头, 在我搭上去的手背落下一个吻, 一切就要结束了。 那天晚上之后, 圣川彻底搬过来, 和我住在了一起, 六月结束的时候, 由庄新红负责的那个项目, 一期也暂告一段落。 从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 我自始至终没有再拿到其他资料。 倒是圣超, 大概是最后的反扑, 他的手段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狠一些。 每一次田律师过来的时候, 我都在场。 圣川对此毫不避讳, 到后来甚至连书房门都懒得关了, 像是笃定我听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要告诉圣超一般。 这天晚上, 田律师走后, 我专门找到圣川。 他拽着我的手腕, 唯一用力, 我整个人就坐在了他腿上。 已经是剩下了, 哪怕是晚上也没有多凉快, 我穿着吊带睡裙, 裙摆本来就短, 此刻又翻上去, 两条细白的腿几乎完全露在外面。 我分明看到圣川眼底有火在烧, 可他开口, 嗓音却是进入海底般的冷静, 听到什么了? 也没什么, 无非就是田律师去调查后, 发现落在圣超和他妈名下的不动产并不多, 而且之前为了维持公司运转, 已经卖掉了一部分, 现在只剩下市中心的平层公寓几间, 和沿海山脉的度假别墅一套, 我一边说着, 一边用指尖轻轻按住他耳后的凸起, 圣川闷哼一声, 耳垂渐渐染上一抹飞红, 扣在我腰间的手也挤了紧, 我满意地收回手, 提醒他, 说正事呢, 圣总, 可他管不了那么多, 捏着我的下巴就吻上来, 报复心真重啊你, 我咬着牙, 不肯服输地笑, 我是什么样的人, 圣总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了, 浪潮退去, 他撩动我汗湿的头发, 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那样, 接着说起了之前的话题, 所以位于是东南郊区的那套独栋别墅, 其实并不是圣超名下的产业, 而且很奇怪, 位于那一片的独栋别墅, 只有圣超的院子里有私人泳池, 这很奇怪, 因为他的泳池看上去挺小的, 和别墅的建筑风格也格格不入, 还有旁边那片玫瑰花丛, 我说到这里忽然消声, 对上圣川的目光,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浅棕色的瞳孔里, 冷一丝丝缕缕地浮出来, 化为碎冰和锋刃, 好像能刺穿一切迷雾, 就快结束了, 他又说了一遍, 然后凑过来, 轻轻地, 又郑重其事地, 抱住了我, 好像我们之间的一切生疏, 都能靠这个拥抱填满, 圣川步步紧逼, 终于又抓住了圣超的一个错处, 抢走项目, 又把他彻底踢出圣家的公司, 连同落在他名下的几样产业一起, 圣超给我打电话, 语气里的焦躁, 终于不像之前那样浮夸不真实, 你到底有没有找到, 圣川篡改遗嘱的线索, 如果他真的改了这种东西, 原文件肯定会被彻底销毁, 怎么会有证据留下来被我发现呢? 我说完, 稍稍停顿了一下, 又敢在圣超发怒前开口, 不过, 我倒是从圣川那里套出来一点话, 什么? 那天晚上, 他喝醉了, 言辞中提到, 你们的父亲似乎更偏爱你, 因为你从小就在他身边长大, 圣超冷笑一声, 当然, 他这个半路回来的野种, 怎么配合我比? 我没理会他的话, 继续道, 而且他还说过, 如果不是他使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 说不定圣家偌大的产业, 真的要拱手让人了。 电话那头, 圣超的呼吸, 漠然急促起来, 他问我, 你录音了吗? 安静片刻后, 他在开口, 嗓音里多了几分残忍的快意, 圣川书房的保险柜里, 有一份新放进去的, 关于圣氏的股权转让文件, 你想办法拿到它, 和录音一起交给我。 我会让圣川把已经拿到手的, 再统统还回来。 三天后, 恰逢圣川和庄新红出差, 我在他书房的保险柜里, 拿到了那份文件, 转头联系到圣超。 他约我见面, 还是在上次的市郊别墅。 一进门, 圣超就急不可耐地站起身, 快点把东西给我, 趁着这几天, 圣川不在这时, 我们把一切都布置好, 等他回来后, 看到一切都翻了天, 想必很有意思。 我望着他, 没有动。 圣超看着我, 表情忽然沉了下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在沙发上坐下, 仰头看着他, 现在东西拿到了, 我们来重新谈一谈价格吧。 圣超冷笑一声, 你想坐地起价? 话虽这么说, 他浑身紧绷的肌肉, 反而放松下来。 我没说话, 转头看向右边, 一整片落地窗外, 能清晰地看到那几层枯萎的玫瑰花。 还有不远处的泳池。 听说, 十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挺荒凉的地方, 离市区远, 附近又没有什么商业区, 再往东走几百米, 都能看到山了。 我不紧不慢地说着, 当时高铁站还没有完全修好, 是已经荒废不用的就汽车站, 倒是在这附近。 圣超盯着我, 没说话。 来了几次之后, 我倒是很好奇, 这栋别墅明明不在你和你母亲的名下, 怎么之前你们会住在这里? 还有那个看上去格格不入的游泳池, 和它旁边的玫瑰花, 这里怎么说也是栋别墅, 怎么不找人打理一下? 还是说, 你不敢呢? 圣超冷冷地看着我,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成书月明明是失踪了, 可上次我提到她的名字, 你脱口而出, 说的却是她没有死。 我说, 除非你心知肚明, 她已经死了。 面前的气氛像是被拉扯的琴弦, 一下子紧绷起来。 圣超沉默片刻后, 冷然道, 看来你是想利用这个猜测, 在问我多要点筹码。 你可以这么想, 但你不觉得, 成书月的死对你来说, 应该是件好事吗? 毕竟按道理讲, 成长天做出那种事, 他和你也算是仇人了。 我不置可否, 圣超见状, 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卡, 递到我面前, 这里面的钱, 比起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 又多出二百万, 够了吗? 不管够不够, 难道你会让我活着走出这里? 我没接那张卡, 反而笑了起来, 如今我从之前的公司离职, 入职盛事, 圣川又正好因为出差人在外地。 我在一世孤立无援, 就算死在这里, 恐怕也不会有人知道。 等你拿到录音和文件, 把圣事拿到手之后, 就算圣川出差回来, 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毕竟你安插在圣事的人, 既然能探出我和圣川的动向告诉你, 当然也能在你夺权后 迅速帮你稳住局面。 到时候, 圣川一无所有, 本就和他没有什么深厚感情的 庄新红重新和你联姻, 庄家也不会不同意。 至于我, 截然一身, 除了圣川, 谁又会在乎 孟兴兰是死是活呢? 圣超的脸色 已经彻底沉下来, 他看着我, 反而在笑, 既然你都分析出来了, 怎么还敢带着录音和文件来找我? 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录音和文件, 也不对, 录音还是有一份的。 说着, 我从空空如也的文件袋里 倒出一支录音笔, 上面光芒闪烁, 是正在录制的状态。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紧紧盯着我, 眼中凶光碧线, 孟兴兰, 你可想清楚了, 和我撕破脸, 难道圣川就会保你? 你知道他所有的秘密, 那些灰暗的过去, 你们之间还有那样的大仇, 他话没说完, 忽然进了声, 因为我正仰头望着他, 笑得快意又坦然。 圣超并非愚蠢之辈, 大概是瞬间想明白了什么, 像捕猎的凶手那样扑过来, 试图夺下我手中的录音笔。 我往旁边闪躲了一下, 吏声呵斥, 成书月是不是你杀的? 他不答, 甚至反过来质问我, 你和圣川是什么时候串通好的? 串通? 那大概要追溯到七岁那年了吧, 体力悬殊, 我一个躲闪不及, 便被圣超掐住脖梗, 死死按在沙发上。 他反手抄起茶几上的水果刀, 正要朝我刺下来, 身后默然传来一声巨响。 别墅大门被轰然踢开, 本该和庄新红在外地出差的成继川赫然站在门口。 而他身边站着的, 是几个鹤枪实弹的警察。 圣超, 成继川凌厉森寒的声音恍如利刃, 破开浓雾, 一瞬地见天光。 阳光透过玻璃窗灿烂地照进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胸腔里急促的心跳声, 仿佛永不停息的古典。 圣超掐着我脖子的那只手越发用力, 刺过来的第一刀被我用尽全力避开, 稀薄的氧气钻进鼻腔, 呼出时却更加困难。 我拼了命地, 下意识把头往后仰, 看到窗外枯败的玫瑰花丛, 只剩几点零丁的残虹, 像是白痴灯下暗灭在我肩上的烟头, 十八岁的成继川胸狠狠留下的吻痕, 又或者六年前的那个雨夜, 在地铁站听闻成阿姨的失踪另有引擎时, 她眼中漠然擦亮的火光。 枪声响起, 水果刀落地, 井上的巨大力道漠然一松。 氧气重新灌进来, 我张嘴大口呼吸着, 直到成继川走到我面前站定, 缓缓地跪了下来。 兴兰, 她叫了一声, 声音里依旧是与生俱来的冷峻, 眼眶却忽然微红, 对不起。 我没有说话, 只是用目光一寸一寸打亮她的脸, 风锐眉眼, 高挺鼻梁, 和因为紧张咬得发白的嘴唇。 视线越过她肩头, 身后, 盛超已经被警察反捡双手, 靠住按在了地上。 我微微吐出一口气, 在她忐忑的眼神里, 漠然凑过去, 用尽全力咬住她的肩膀。 舌尖很快尝到一丝血腥味。 应该是很疼的吧, 可她连躲都没躲一下, 只是用尽全力把我揉进怀里。 尸体应该就埋在玫瑰花丛或者泳池下面, 这次应该能查出来了。 我松口, 把复杂情绪和眼泪一并咽回去, 还有那支录音笔, 你交给警方, 至少能作为证据的一部分。 成继川说好, 然后捧着我的脸, 小心翼翼地落下一个吻。 我颤了颤睫毛, 却终究没有躲开它。 圣超被带回警局, 那在市郊别墅的泳池下埋藏了十年的秘密, 也终于重新得见天日。 我和成继川的猜测没有错, 成阿姨的尸骨就被泳池的砖块砌在下面。 六年前, 在地铁站碰到的刘金荣曾经委婉地暗示过, 成阿姨的失踪另有隐情, 只是因为有人在市一手遮天, 所以交给我们看的那份监控并不是真的。 在市一手遮天的人是谁, 不言而喻。 成继川跟我讲过他的身世, 成家破产后不能为圣家提供助力, 于是成阿姨被离婚, 带着成继川搬出为市, 任由盛超和他妈住进盛家, 取而代之。 从一开始, 我就没消想过盛家的任何东西, 可他们为什么要对我妈动手呢? 二十岁那年的雨夜, 我和成继川站在地铁站出口的玻璃穹顶下, 末班地铁已经停运, 这里空无一人, 只有疏冷的灯光, 和敲击在玻璃窗上的疾风咒语。 不远处亮着一盏路灯, 我盯着那光芒看了片刻, 转过头望向成继川。 川哥, 再来玩一场扮演游戏吧。 倒映在他眼底的雨水, 把这双眼睛染得湿蒙蒙的, 可那当中又好像有无尽的火焰在燃烧。 这一次拉长时间, 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更久, 不过我们总有办法一步步查清真相, 是不是? 一开始, 这个计划施展得很顺畅。 成继川假死脱身, 回到了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地改回复兴, 重新进入圣家, 开始了和盛超漫长的明争暗斗。 只不过, 从一开始, 他所求的就不是盛家的一分一离, 而是成阿姨失踪的真相。 一切都很顺利, 只是我低估了我对他的想念。 从七岁到二十岁, 这漫长的十三年里, 我和成继川从未分离过这么长时间。 甚至因为一开始就商定好的剧本, 我和他各自扮演着分离的角色, 只能通过小号暗中匆匆联系。 回到卫视的成继川, 一下子就变得很忙。 我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做, 也知道在他回去的第一时间, 圣超和他妈就已经找人过来, 试探了我一番。 比如, 那个长得很像成继川的学长何安。 我极好地扮演着一个 因为男朋友离奇死亡, 而肝肠寸断的女人, 以至于他们百分百相信, 成继川为了圣家的家产 和他的锦绣未来, 义无反顾抛下了我。 可圣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危险。 在发掘成继川的存在 足以威胁到他之后, 他策划了一年前那场 险些引动爆炸的绑架案。 成继川没能死在那里, 却自此留下一道 永久存在的疤痕。 在那之后, 他在那个匿名的小号上 联系到我, 放弃吧, 孟兴兰, 接下来的路, 我一个人走。 那时的我, 还什么都不知道, 脑中却有一个清晰的念头。 我怎么可能放弃他呢? 长达三四年的思念 已经快将我击溃, 我没忍住偷偷跑到个室, 恰逢圣诞, 成继川和装心红出来吃饭。 我拉好口罩和帽子, 偷偷跟在他们后面, 直到进了餐厅, 暖衣袭来, 不得不摘下口罩。 服务生大概就是在那一次见过我, 以至于后面我浓妆艳抹, 和成继川进去时, 他还是会觉得有几分眼熟。 我站在门口, 隔着几层绿植, 看到成继川正微微低头, 和装心红说着话。 他的头发大概是有些时日没剪了, 柔软地垂落下来, 却也丝毫没影响眉眼间的灵力。 我不想再看下去, 裹紧外套转身出去。 第一次来也是, 我不认路, 漫无目的地兜了会儿圈子, 在漫天大雪中走到人烟稀少的停车场。 鞋里忽然伸出一只手, 一把将我拽过去, 还没等我看清他的脸, 急切又用力地亲吻就落了下来。 我不肯服输地咬回去, 他却没有回击的意图。 反而那只手沿着腰线一路往上, 最后一把揽我入他怀里。 下雪的冬天明明冷到极点, 这个拥抱, 这个亲吻却在这片室外空地, 硬生生拉扯出一片暧昧至灼热的氛围。 成继川, 他的手在我腰间剧烈地一颤, 很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成继川的额头抵过来, 轻轻喘气, 兴兰, 好久不见。 就是这唯一一次破例的见面, 让那天在小号上那句话化作虚无。 我继续把计划往下推, 直到工作调动到来世, 因为采访, 终于正大光明见到他的那一刻。 浓重的欲望几乎是咆哮着涌上来, 可那一瞬的冲动之后, 我在白日阳光下认真地打量他, 才发觉心底一定躺出的, 还有陌生。 也许是为了让戏码更低针, 他点掉了眼尾那颗质, 除去圣诞夜那晚的匆匆见面又别离, 我们已经五年没有见过面了。 之后的每一次接触, 每一次爱恨交织的话, 我其实都不太能分得出真与假, 心里好像有一团空茫茫的雾气, 我却始终无法拨云见日。 现在所有人都叫他圣钗了, 知道他是成继川的, 似乎除了不死不休的圣钞外, 全世界也只剩下我一个。 我和成继川在警局看到了圣钞, 他对母子二人联手杀害成阿姨, 并藏尸的事实, 共认不讳, 并且交代了原因, 我妈带情人回家的时候, 正好被他撞见, 就这样了。 圣钞不是个好对付的敌人, 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我大费周章。 去K市谈项目那一次, 在发掘房间里新装上去的, 暗藏的摄像头后, 我和成继川装模作样地吵了一架, 而后他扬怒离去, 我独自待在房间里, 睡了最后一晚。 我实在不能理解, 圣钞被带走关押前, 咬着牙问我, 就算你不在乎他当初用假死欺骗你, 抛下你回圣家争家产的事情, 难道你也不在乎 成长天和你之间的大仇吗? 我望着他, 唇角轻钩, 成长天是个无父无母的强奸犯, 和成继川有什么关系?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仿佛一瞬间恍然大悟。 你到现在都对那些资料的真假深信不疑, 也不枉费我用了将近五年时间, 一点一点伪造出他们, 确保调查轨迹万无一失。 这才是我下给圣超最大的一盘棋。 通过伪造的仇恨, 让他自以为和我绑在一条船上, 最后把我带回了那间连成继川都不知道的别墅中。 离开警局后, 我和成继川把成阿姨的骨灰放进了墓园, 又在墓碑前放了一大数天堂鸟。 这场姗姗来迟了十年之久的真相, 总归大白于天下。 那天下午, 走出公司的时候, 天空挑起萌萌细雨。 我刚点了支烟, 还没来得及抽, 就被成继川踢手夺过去, 咬在嘴里。 他拉开车门, 冲我威一天头, 上车。 我迟疑了一下, 还是坐尽副驾, 挑眉笑道, 你这样子一点也不像那个身价不菲的盛总, 倒像是校园恶霸。 他顿了顿, 摘下烟在指尖碾面, 而后凑过来, 于近在咫尺的距离盯着我, 我从来就没想过当这个圣总。 这些天, 你的疏离不是我的错觉。 我知道, 五年太久了, 我们又没有见过面, 你会觉得我变了, 哪怕我们已经收拾了圣钞和他妈, 你还是觉得回不到过去了。 事实上, 比起当初酗酒而死的我妈, 程济川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了解我的人。 从前我要玩那些扮演游戏, 他就陪着我。 而如今, 我在真假交错的戏码中退缩, 他同样也是第一时间察觉到, 那些放肆迷乱, 不加掩饰的亲密, 就像是告别前的加速燃烧。 我微微垂眼, 避开他的目光直视, 你和庄新红的婚约, 没有什么婚约, 从一开始就没有。 程济川果决地打断了我, 我只是和他谈了场合作, 各取所需而已。 而且, 庄新红也不可能喜欢我, 不可能喜欢任何一个男人。 我想到那个总是和庄新红同静同出的女人, 有些恍然。 车内一时安静下来, 只有外面逐渐细密的雨声传来。 程济川那双冷冽的眼睛望着我, 忽然道, 那天晚上, 我说得没错。 我正了正。 孟兴兰, 到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先放弃我了? 我没, 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一把抱住了。 安全带在我们之间, 个的人并不舒服, 程济川却像是全然感受不到一样, 甚至把我抱得更紧了。 可能在别人看来, 做盛川很好, 事业有成, 家大业大, 但我只是程济川而已。 你还想玩什么我都陪你玩, 但别离开我。 别再离开我了, 孟兴兰, 我不想再有下一个五年。 这声音里饱含的厚重情感, 几乎将我全然吞没。 我终于反手抱住他, 却又闷声闷气地说, 你的泪滋。 嗯, 泪滋不见了, 那去点一颗。 他毫不犹豫地说完, 又忽然抓着我的手, 或者你带我去买一支眼线笔吧, 我天天画给你看。 程济川把名字改回来这时, 在盛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好在他这六年拼来, 稳扎稳打, 倒也没人对此提出什么意义。 至于之前的田律师, 程济川告诉我, 盛超的母亲出轨多年, 盛超才是他自己口中那个野种, 他爸也是知道了这件事后, 自己叫来田律师修改了遗嘱, 而并非程济川篡改。 我有点疑惑, 所以他的死也是盛超动手吗? 或许吧, 我没打算追究。 程济川淡淡地说, 当初他因为我妈没有利用价值, 就一脚踢开, 费尽心思地把盛超接回来培养, 这就是他自己要承担的后果。 第二年春天, 庄新红和庄家人彻底闹翻, 带着他的伴侣去国外登记结婚了。 得知这个消息, 我有些明白过来, 所以那天你们去看婚纱和钻戒, 可看个的, 拼个单而已。 程济川说, 第二件八折。 程济川, 你现在大小, 也是个董事长, 我没说完的话, 被他的文堵了回去。 他在我唇间滴滴地笑, 但董事长夫人从小就教我, 要勤俭节约。 我耳朵一下子微微发热, 他的眼尾还点着那颗 我早上用眼线笔画上去的类质, 人却已经反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小盒子, 打开, 露出里面两枚戒指, 缠绕的藤蔓, 点缀旗上的钻石, 让他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喜欢吗? 他勾着唇笑, 喜欢就送你。 不同寻常的求婚, 没有花束和蜡烛, 像极了很多年前, 高考后的那个夏天, 他随意可又真挚万分地告白。 我拼命点头, 喜欢, 而且像我, 是很像我。 我是攀着成继川缠绕生长的藤蔓, 自阴暗处而起, 还以为会永远匍匐, 可竟然有幸, 让他在我七岁那年, 一把拽起我, 从此支撑起我的骨骼和脉络。 而他, 是我生命里闪闪发光的钻石。 YG 感谢观看